欢迎收看临时好 欢迎今天我们有两位的医师 两位保险的专家 欢迎你 三位特产宾 好了我想因为台湾的经济 随着经济的发展 大家对健康的意识更是抬头 尤其因为有这个节目 最重要的大家对健康的意识抬头 所以大家对生涯规划 保险的规划就很重要 你来说 所以不管是我们讲受险 健康险 医疗险等等的 所以我们今天特别要请到 有两位保险业的专家 跟他们医生跟大家聊聊 因为医疗险很重要 这个来讲真的 如果不出事不出事 一出事的时候 其实有一个保险 那真的能够帮加力很大 是 而且最怕就是保了 但都不知道自己保了什么 我们今天大家常遇到的 好 都是哪些问题呢 我们一个人来看 好 首先要问的是 医疗保险不是花多少就赔多少 因为我妈妈是就是做保险的 所以他也是后来 因为他以前是 妈妈是会计 所以以前小时候就是 家里就会 会有那个就是保险员 会来家里面跟你说 你们应该买什么险 跟你解释 那我们就是听而已 那以前就会听到说 有那种什么 什么 有 对 然后我记得后来 妈妈开始做保险 还说 因为这种衍生性的 这种保险保单 它就会一直在 产品内容在换换换换 我记得有一次妈妈跟我爸讲说 她说我们好像保错了 是不是要重保一些 就是现在有的 因为我们保的那个 已经是20年前了 所以就变成说 我问我妈的时候 她说 我说我现在有什么保单 她说 然后就 很好 我就说 花那么多钱干嘛 就是又用不到 结果就在 近几年我就很常用到 就是我们之前拍戏的时候 有时候会从 或者是比如说 撞到 你也想说就撑着没关系 就是年轻的时候 然后我们还有一直在运动 爬山什么 就运动伤害累积的 它开始累积 然后你工作的时候 有些东西你又撑着 你想说还应该没事 过了就没事 开始走楼梯的时候会觉得 膝盖有点酸 就是而且是在 因为篮球员最怕 就是十字人带 然后我就在这边酸的时候 我就尽量不去想 她想说应该没事吧 应该没事吧 结果有一次就是真的 工作完然后去运动去打球 那其实身体也是 比较疲劳的状态 结果就一个跳下来 就是一个 你做了这个上千万遍的动作 跳下来 接到球就抓着而已 那只膝盖就从这里以下 就全部都没知觉 倒在地上 然后当下我就觉得完了 因为我当下发现了 我是感受到我的膝盖 就是这样子转了一圈 然后扭了一下 忍带断 我不希望 我一直告诉自己说 希望不是忍带断 是 回家冰敷 然后刚开始是这样冰敷 然后等到晚上 我要起来上厕所的时候 我脚开始不能弯了 她活动幅度变小了 我就说完了 那我明天一定要去 先去看照骨壳 就是照X光 看骨头有没有事情 照完以后她说 X光看完她说是没事 因为我还有工作要做 所以我就先去找了这种 自费的中医师 帮我 然后让她至少可以活动 这样子 我大概拖了将近一年半的时间 然后在这中间一年半 我第七个月的时候 我跟我的防护员问说 你帮我用徒手检测 因为如果断掉 这个是推得出来的 她就帮我徒手检测 她说其实我觉得还好 然后我又找别的医生 就是复健科 我说那打PRP 会不会好一点 让她自体写小板 让她复原 她说可以 你试看看 我都做了以后 但那第七个月 我就觉得不太对劲 我就自己去找了骨科医生 她就说 那不然你有没有照过 就是你这当中 你都没有照过 核磁动症 就一照完 她那个认识就是断掉 就是分开来 断了七个月 断七个月 因为你原本的肌肉 就已经很强 它包在里面 我说那为什么 之前做检测的时候没有断 她说因为你肌肉 包覆在里面太强 它推不出来 这有四条 你只断了一条 可是检查以后 这边也裂开 对 所以我就后来就选择 就是在疫情那个时候 就跟骨科医生聊 然后她就说 去动个手术 我去动个 因为戏也差不多拍完 然后这个时间是空的 妈妈很帮我 就是保了三个保单 所以当我 因为都是十支十付的 所以我就去 还赚钱对不对 没有 我就想说 选最好的医院 然后就住最好的医院 单人房 对 然后十支十付 我就觉得 而且你保三张应该还有剩 有剩 然后就等于是我后面 那三个月其实有保 还可以买营养品 对不对 什么那些有的没的 对 都有 都有 都有包含在里面 你看看 谢谢你妈妈 对 谢谢我妈妈 现在爸爸妈妈 帮孩子做这些生涯规划 保险的真的 你不用的时候不用 用得到的时候 你真的要谢谢 对 而且我拍到只有花 四万多块 费了将近十几 十三万左右 对 三张 三张保单 有人买个两张 三张 他可是只赔个 一千块 两千块 那为什么呢 像我举个例子 像有 比如说一般我们讲 真眼手术好了 那真眼手术呢 其实他很容易 就是小手术嘛 门诊 对啊 大概花个 真的就花个一千块 就差不多了 那十字十付 他就真的只赔一千块 所以我们一定要再了解 就是你在检视 你的医疗险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特别注意 这几件事 就是说 你要先分清楚 就是你现在买的 到底是定额型的 还是十字十付型的 那所谓的 那所谓的定额型的部分 基本上就是几个 我刚刚讲 像住院 一天赔多少钱 另外就是像 手术的费用 就这两个 他就赔这两个 而且他定额的概念就是说 比如说 我赔给你一万块 我就是赔一万 再多你赔 你这个花了十万块 二十万 他就只赔给你一万 过去早期 都是这种的保单 比较多 所以大家真的要注意 不要说 我真的就买了保险了 就好像都安心了 并没有 其实关键是在十字十付 因为大家知道 现在健保都赔钱 是 健保赔钱怎么样 他就要自费 很多的自费项目 就越来越多 那自费要从哪边赔 叫十字十付 十字十付里面就用什么 就是我简单来讲 就是我们的收据 我们花了多少钱 去跟保险公司请 那可是很多人会觉得说 那十字十付 我就是花多少赔多少 不是 通常十字十付有几个 它是一个叫 限额的概念 比如说我住院一天 赔两千块 最高也是只能赔两千 那如果是这个手术 有分 现在有分门诊 住院手术 因为它的给付的金额 又不一样 另外一个叫杂费 所以你看如果说 手术杂费 这个在日额就没有给付了 所以一般的 我们在看你的保单 一定要弄清楚 十字十付优先 然后呢 因为它赔得最完整 然后剩下的 有余力有预算 再去买所谓的日额型的 会比较安全 保险 因为保险现在产品的设计 其实非常多元 我们曾有一个 它是一个骨髓炎 以往我们骨髓炎 很多这个 常常说治疗 要打六个礼拜 那以前抗生素 其实药效也没那么进步 比如说我一天要打两次三次 甚至要打到四次 那怎么办 一定要住院 到后来药物越来越进步了 我们现在很多药 一天打一次就可以了 所以很多骨髓炎医生 就会跟别人讲说 你其实可以选择 用门诊治疗方式 比如说我开十二瓶药给你 那药可以寄在医院 你每天上班 晚上有空 你回来医院注射是 把药领出来 打完就可以回去 这样病人也可以工作 也不用请假 其实也好 有些病人就搞错了 他以为说这样打 我就不能请保险了 我住在医院里面 我又不用上班 我一天可以请两千块 我何乐不为 所以他就说不行不行 医生我回去怎么办 不方便怎么办 就讲了一堆里的说 我一定要住院打 其实他已经可以出院了 结果好吧 住院也住了快一个月 住了四个礼拜 可是他的保险 他有上限 你前面可能一天 可以请一千块两千块 对 可能到两三万之后 他的保险买额就是上限 就是最高几付就停了 那他后面怎么样 也没请到保险 也没上班 又要请假 薪金会被扣下来 其实刚才在讲的部分 我觉得有时候是 很多我们的消费者 搞不清楚 那个定额的 就是日额型的 或是是实附型的 然后再可能做一些治疗 比方像我就有一个个案 他是 那普附产他就觉得 听他讲说 反正有买保险 应该可以有一些给付 那他总共 因为普附产通常是住个五天 然后他的手术费用 大概花了三万块钱 这样子 那另外他就自己有加了 一些那种自费的材料 然后就有的没有的材料 后来其实他发现 他自己的保单 就只有保定额 日额型的 所以他其实总共这样 帮他看一下 他支付了大概是 十一万块钱 付出去 可是他理赔就只有四万块 为什么四万块 是因为他手术 就已经付他三万块定额 刚好他的那个保险里面 就是手术就给他三万块 然后注意一贴两千 所以乘以五就一万块 这样加起来四万块 那我个人是觉得说 你在定额几付跟实施实付 两个都有不同的功用 都可以把它一起规范 就是因为我那个时候 刚结婚的时候 结婚前 应该这样讲 结婚前 我就跟我先生两个人协议 我说既然我们都确定要成家 我就希望说 我们会有多一点保险 这一份保险 其实对我来讲 我觉得有点高 我一年的保费 至少要缴到七到八万块钱 其实是我压力了 对 其实是有压力了 每一次到十月 然后我又刚好这几年 一次又生了三只小朋友 真厉害 真佩服你 对 我也真 有时候我醒来 我都自己觉得我自己很骄傲 你知道吗 怎么几年下来家里 多了对不对 对 我有时候就说 醒来就想说 谁啊 怎么有小朋友的声音 对对对 我的小孩 我的小孩 因为我以前就是 根本也没有想说要生小孩 真的耶 那我的保险就是在结婚之前 就是整个完全保得很好 十字实付啦 然后交通意外什么 我的保险员都帮我稍微 调整了一下 因为人家在讲说 女孩生小孩就是过生死关嘛 是啊 我就想说是会有多难 现在医疗这么的厉害 好了 我就是突然 羊腿破了 去到医院 开到了柿子 护理师就说 小孩 我跟你讲顺了顺了 你现在就开到柿子 你等一下应该很快就开了 而且第一胎会比较快 对对对 然后谁知道就是在 就停在柿子了 他下不来 他连子宫颈都下不来 我后来到最后 生了七个多小时 我尸子全开 头还是不下来 天哪 然后医生就赶来的时候 因为我刚好是大半夜 所以来的那个麻醉师 也是过了半个小时四十分钟 医生来也是一个小时之后 最后决定他就说 你只能紧急剖腹 他就把我绑住 他就跟我先生讨论说 他要紧急开到 要不要剖腹 对 只能紧急开 因为小朋友 现在如果不开到的话 他会缺氧 对 已经开始有缺氧的现象了 然后后来我打 而且我不是打麻醉 我是打马飞 所以我打完马飞 然后打完之后 我醒来的时候 我第一个反应是 因为他争一下去 我第一个反应是 完全没感觉 然后我就对打自如 我就跟医生讲说 为什么你现在才出现 为什么你刚刚 你让我痛什么 然后他就说 像前面七个小时 你在忙什么 对 我在忙什么 然后医生就说 没有 你真的是没有办法 你这个真的就是难缠 所以你只能这样子 他说你没关系 反正到时候我们再来解决 现在宝宝已经生出来 也很安全 你可以睡了 然后睡完之后起来 我的那保险员就已经 我第一个来探我 看到你了 是我的保险员 他第一个来到现场 他来 他就先跟我讲 先送礼 他说小柔 你真的很辛苦 接下来交给我 你知道 天哪 那很感人吗 然后我还不知道交给他什么 你知道吗 因为婆婆产是11万 然后我十字十付 我住了五天 然后还有一些 比如说像一些 耗材 耗材 什么其他的 然后什么 刚刚姐姐讲的 后面有沾棉的 所有东西 反正我全套餐全有了 然后我后来 也是赔了十几万 有赚了 有赚了 然后因为我的第一个 第一个例子是 剖父难产 所以我接下来的二三胎 都直接赔了 都要剖父了 都是直接赔了 对 所以我生三个小孩 都没有花到期 别忘了订阅我们YouTube频道 并按下小铃铛 收看我们最新的影片 想要看更多精彩内容 快点选旁边的影片哦